现在就讲讲第三类其他工程棚架 先讲斜坡棚架吧 当工程是在不同地形或者斜坡上面施工的时候 那用竹棚架来作为工作台和通道就会比较方便了 秉叔啊 刚才那个台好像不是用竹子搭的 而且是用木头的 这个就叫做山 它的直径一般是100到200mm 而且它的承受力比较强 所以多数都会用来搭台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斜坡棚架吧 不过在斜坡上面搭棚 对技巧的要求和稳固性 多数都是凭技术经验来判断的 斜坡棚架通常有两种 一种就是山台 一般用来作为斜坡上的工作平台 是用来承托钻碳机 或者是小型装机进行建造工程的 山台的底部横杆一定要扎得够实 不能够走位 不然的话 整个棚架就会塌了 而另一种就叫做山棚架 它是根据斜坡的斜度来搭建工作台的 主要是用来巩固 或者修补斜坡用 比如喷浆 打泥丁等等工程 而山棚架的搭建方法 也必须是双层棚 也就是内外排山 还要靠撑杆斜压在山坡上 并且保持通山坡面的距离 无论是山棚的柱 横单 垂直杆 一般都是用高竹 内外排架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1.5米 还要留意 山棚架虽然是斜的 但工作台一定要搭得平稳 这样工人在上面工作时才会安全 另一种常见的棚架呢 那就是招牌架 通常就会用一拉一撑的方法来搭建 如果是较大的棚架 它伸出的长度增加了 那高度也要相应的增高 那就需要用二拉二撑的方法来搭建 这样才可以做到力度的平衡 而拉和撑是用毛竹来搭的 但是要留意的是 它离地面的高度 还一定要能够让车通过 一个优质的招牌架 它的连墙杆一定要够力 防法就要朝墙 而且要同一方向 这样工人在上面工作的时候 不但不会松 还会越踩越实 现在我们就讲讲第四类 非建筑用途的棚架 先讲细棚 它的搭建和一般建筑常用的棚架有所不同 所以搭建的时候 一定要请对搭戏棚有丰富经验的师傅来做 通常戏棚的柱和鞋撑都会用山木来做 而柱的位置要预计好 才不会遮住人们看戏嘛 而戏棚顶就有龙船脊和龙径金珠 另外在搭戏棚的时候 先要搭建临时的竹撑 等到整个棚搭好之后才可以拆走 而古牙斜撑和风斜撑 就要够力并且要扎纹 不然就很容易塌 最后在铺新铁皮的时候 要依照顺序铺 因为这样才不会积水 说到神工棚呢 它也分为好多种的 比如有半式棚 神棚 米苔 大衣棚 和大饰棚等等 其实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主要分别就是在棚顶那里 高度 大小 是一种传统工艺 很有艺术价值的